本周要介绍的畅销书是获得伯克莱七日畅销榜第57名 成品书店双周畅销榜华文创作类第三名 书名叫做《交换、暗部录、福生5》 作者沪玄、会者AKRU 出版社盖耀文化 出版日期2023年11月15号 内容简介 你能用什么交换、许愿的代价 奇幻灵异、惊悚推理 全方位作家沪玄畅销系列 最新故事《暗部录、福生》精彩推出 游戏意外变调 寻宝挑战成了废屋三死案 参与成员遭到残虐处刑 唯一逃过劫难的少女诡异昏睡 受害者家属找上事迹被刻意曝光的福生工作室 余英明知被可疑力量针对 却并无可避 异常昏迷事件引起警方关注 连串调查后竟发现 受害少女均是被选上的 东风轻探 极具嫌疑的预言大师 刻意释出错误资料 为何能获得贴合个人情况的占卜结果 对方似真还假的赠语 令人无限在意 点你念点 人气作家护玄暗部录系列最新故事 暗部录福生精彩推出 新的故事主轴 层出不穷的悬疑事件 以成为社会新鲜人的语音等员班人马 及新角色为原星陆续展开 透过文字抽丝剥茧 挖掘真相 这便是暗部录系列带来的独特乐趣 作者简介 护玄 6月2日双子座 职业俯师 喜欢音乐电影书籍鱼鸟 毕生愿望就是将自己所想的故事都能写完 不论哪种创作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希望每个人都能爱护自己心中的创作小小人 让他们茁壮更美好 护玄作品集包括有 8th floor 兔霞 特殊传说 0.5等等 内容是读 气子 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树底回过头 看见后面是一片漆黑的蜿蜒道路 深夜的风自地上卷开一阵轻盈黄沙 传来诡异的稀疏声响 原本就因环境幽暗不明而感到害怕的女孩 用力抓紧男友的手背 没有啊 哪有声音 你会怕吗 被女友越抓越紧的大男孩露出一笑 摸摸女友的头 将两人共用的手电筒按到最亮 嗯 有一点 无法违心说出完全不怕的好语 女孩紧抓手里的布料 好像真的有奇怪的声音 点点点点点 你再忍耐一下快到了 啊 就在上面 男生举高手电筒 照到上方平台与狭窄的阶梯 先抵达的友人们抓着栏杆 正在向落后的几人挥手 据说是城市秘境 星空夜景超级美 目前没多少人知道 我们趁现在还没什么人 我们趁现在还没什么人快点来玩过 以后人多就不用来挤了 喂 你们快一点 上面超赞的 高处的人开始大喊 快走吧 嗯 01 给我站住 玉端着整盘刚出炉的栗子 乳酪吐司下楼时 正好雨匆匆上楼的东风擦身而过 另端是站在一楼台阶 满脸没好气的余音 疑惑的是现在远处的背影 及下方的大脸来回交替两次 玉继续往楼下走 就算不问 对方十之八九也会自己说 果然 一脸粪粪的余音 听见二楼工作间传出上左声 立刻扭头跟在另一只身后 并且碎碎念展开抱怨 你知道东风多扯吗 他前阵子回去做定期检查时 我看报告上的体重 本来还很安慰他 肉越长越多 虽然看不太出来 结果被严大哥逮到他做假 到底谁会想到在身上藏把码混体重 可能是因为几乎每天都有人在旁边不断询问 有没有多吃一点 有没有变重 所带来的压力吧 玉一边想着 一边把需要冷却的吐司 依序排好 毕竟以前也经历过类似情况 所以他可以理解 余音没留意到对面 关怀孤独老人的眼神 边看着对方切开 带着满满乳酪的吐司 边在亲友群组里 贴上本日出炉照片 收获一批留货喊叫 边继续 可恶 下次去检查 绝对要先搜身 一个不留意 就给他混了几公斤 绝对是最近又开始 便宜行事 拿能量棒混三餐 没盯着就这样 有人来访了声响 打断了每日一面 前段时间 玉和东风在外面铁门 加装了几个小配件 现在营业时间外头 大门只有有人踏入 里头就会先收到音效通知 屋内两人同时抬头 正好访客也推开玻璃门 被满室的面包香气引入 一如往常都露出温和的微笑 两位学长 好 好香哦 小渊你今天不用上课 没有其他杂物 宿舍也没事吗 余音随口问道 这学弟最近出现的过于频繁 以至于都快习惯他 三天两头往这里跑的行为了 也不知道小孩哪来这么多时间 半夜跑出去游荡 同时可以兼顾课业 又兼顾一态丢给他的包 然后还被推去做宿舍长 再加上学生会等等 男者过劳 告辞 有些事情就不要问出来了 林志渊顿了顿 决定不去想宿舍今早那些活上跳蚤 附身的学长们 拆爆水管让他无法补眠的惨案 越想越觉得自己可能上辈子做了很缺德的事情 这辈子才会年纪轻轻当宿舍长 上月甚至还有人把罐头放进大厅为波炉 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危险的路上 周大师偷我拿东西给于学长 说着他将手边的纸袋放到吧台上 从里头抽出个随身碟 体积比较大的纸盒 是来时买的夹心鸡蛋糕 于英接过随身碟 顺手插到一边的电脑 你最近好像都在周大师那边 对刚刚忘记补上 这家伙做了一大堆事情 假日居然还有时间往大师的民宿跑 据说现在偶尔会帮大师跑个腿 赚点跑路费 但跑腿内容不明就是 嗯啊 因为小明哥的事还在麻烦周大师 跑腿什么还好 林志源取出鸡蛋糕盒子 想想又说了句 一旦学长也说了 如果不排斥就当打工 先前遇到阿芳两人时 聊近况后就得到这么一句 嗯这样啊 既然是那个迷之人说的 于英认为还是不要深思用意 那边的电波是跳跃式的 没有逻辑可以研究 说起来 你那朋友的车祸后来 还是老样子 徐辉明就是两人口中的小明哥 是林志源在车队认识的友人 前段时间因车速过快 自撞身亡 前前后后为徐辉明进了三次招魂 第一次的法师并没有顺利将魂带回来 以上就是本周介绍的畅销书 书名叫做《交换》 《暗部录扶生5》 作者沪玄 会者AKRU 出版社盖雅文化 出版日期2023年11月15号